据悉,1983年与陈玉莲分手不久的周润发传出和女艺人徐安安闪电结婚的消息 但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9个月 第二年,周润发和现任妻子陈慧莲恋情曝光 随后踏进了婚姻的殿堂 如今父亲已经结婚恩爱30年,感情却是有增无减 发嫂夸发哥永远是帅哥 并且称赞发哥是个很细心爱老婆疼家人的好男人 她知道我喜欢吃螃蟹,就自己去街市买了两只蟹争给我 对我来说已经是惊喜了 不仅如此,喜欢花的发嫂在每年的生日每次都有花 并且每次都为其准备神秘生日礼物 叫发嫂自己去找,制作小浪漫 但是每次都会被发嫂成功找到 发嫂还爆料在家里,发哥其实很安静,话不多说 最怕和丈夫一起在厨房里煮饭 发嫂说,我两个一定不能一起到厨房 她进厨房我就会疯 因为她会把厨房弄得到处很乱的 平时我煮新加坡菜最多 比如咖喱鱼头,咖喱鸡,海南鸡饭和肉骨茶都会做 丈夫都很喜欢吃 她也曾说过全世界的咖喱是我做的最好吃 最合她的胃口